Hello 宝宝们好 女人最多的地方怕什么 怕撞衫 怕撞包 办公室里面最尴尬的是什么 怕撞香 这个也是我被问到最多的 如何不撞香 如果你的香水被你同事一闻就知道了 那是一多可怕的事情 把香气的边界拿捏到位 反而会给大家一种很舒适的高级感 今天我就忍痛来跟大家分享 六支我自己私藏的小种香水 这几支呢它会有个共同的特点 小种 高级 很冷门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第一支要说的就是 娇蓝的这支夏目之香 它的开篇是很清苦和辛辣的气息 甜料呢是非常的强烈 你可以闻到微甜的造红花 和那种干燥的泥土感 泥沙会一起往上来 是一种沙漠中的抑郁风情 浆气的转换 也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在广阔香和乌乌香搭配当中呢 又带有丝丝的甜味 虽然说它的香气呢是比较线性的 但是它的冲击力很强 会让你念念不忘 第二支呢是坎朵的Mustee 这支刚喷出来是很霸气的乌乌 和辛辣温暖带有一点点甜味的造红花 它整个的香气就是很低沉 甜料给你的感觉是带有甜口的玫瑰乌乌香 并不会给人一种很大的气场 或者是压迫感 在甜甜的花香当中 你又可以闻到一丝丝淡淡的木质香 在半个小时以后呢 它木香的感觉会慢慢的增加 这个香气呢是很轻盈的 但是会带有抹杀颗粒感 给人的印象就是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是欲情故纵的情场高手 欠壁的超越玫瑰 这只刚喷出来呢是桂花玫瑰香气 带有轻微的茶香 甜料的香气呢是很小加壁玉型的 很碟质 玫瑰味呢它也不会很重 或者是很甜腻 会带有很轻微的造感 整个杯子里面所运用到的 牢丹纸和安香西纸呢 会让整个香感会来得更加的沉稳 踏实的厚重 用高雅秀气来形容这只香水 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其实呢确实长在了我的嗅觉喜好上 Beasable的一号玫瑰精粹 这是一只清酸甜口的造感玫瑰花 有一次性感和稳重 但是没有轻郁感和水温感 更多的是造感 纯粹洁净的玫瑰水 这种感觉呢就好像在爱情里面 它每个尺度都把握得刚刚好 可进可退 单热玫瑰 它的前调是温热的粉红胡椒 和轻绿的罗乐 前调它整个感觉是接近于植物的根茎系 会带有一丝丝的微甜 慢慢的你才能够闻到 木兰 玫瑰和小苍蓝 整个花香的感觉它很轻盈 它也不甜腻 Base当中木香的加入 然后整个香气给人的感觉 就是个性率真 性格很洒脱的中性风格 藏红花玫瑰 这只刚喷出来就是 很浓郁的藏红花和玫瑰香 闻到这个香气 会让人觉得与众不同 有一点点的动气 应该是海里香 这一类动性的香料 在里面起到作用 整个重要部分 你所能感受到的 就是带有造感的玫瑰木香 这个里面它的木感就会多一点 这个木木算是很轻口了 香气非常好接受 穿上它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斯文 很优雅 会有一点点性感 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语 就是很撩人的那种 跟大家分享了六支 我自己私藏的 玫瑰木之香吊的 小种香水 有哪支抽中到你呢 评论去告诉我吧 拜拜